好 各位万门大学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财务管理基础的学习课堂 今天咱们这节课呢 给大家介绍第十二讲 投资项目分析里面的第三小节内容 叫项目风险评估与处置 那么在这里面 这一小节内容里面 我们更多的就会涉及到什么 去解决面对项目投资过程当中的 涉及到的一些风险 以及如何把这个未来的不确定性的风险呢 转化成为确定的东西 来运用到我们的项目投资角色分析当中来 我们在这里看 之前的章节分析里面呢 我们都假设项目的这个现金流呢 都是确知的 都是已知的 在我们之前举例啊 还有一些各种立体里面都有所体现 就是大家题目里面都会告诉我们 每年第一年年末 现金流量是什么情况 第二年年末是什么情况 最后项目中期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情况 都是确知的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讲 投资项目总是有风险的 那么项目未来的现金流呢 总是会具有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讨论什么项目 为什么要讨论项目风险评估于处置 就是要把这个不确定性呢 进行咱们财务上的一种运用 这个适宜的方法进行一个调整 把这个不确定性呢 变为确定性 可计量 从而是吗 让我们这个项目的 寿命周期过程当中 所 咱们预测的现金流量呢 更加的确定 主要是一个这样的目的 那么我们这一节讨论呢 就是如何去处置项目 过程当中的风险 如何去评估它 如何去处置它 首先来介绍一下 一些这个项目风险分析 当中会涉及到的一些主要概念 第一个呢就是 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 就是任何项目都会有风险 那么风险呢 来自方方面面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总结 它的来源 包括有未来现金流量流露的 发生变化 有可能今年你的销售情况非常好 产品的销售 非常 就叫这个销路非常对 那么可能第五年第六年 咱们这个现金的流露呢 会有一个变化 跟我们预测的这个不一样 第二个就是筹资成本会发生变化 包括咱们国家也是一样 随着这个市场利率化的 不断的推进 还有这个国外资本越来越的流度 未来的趋势呢 我们讲这个筹资成本呢 大趋势会越来越低 这个也是 我们讲是这个 是一个 会带来这个风险的地方 那么有时候呢 我们讲 在企业面临特殊困境的时候 那么这个筹资成本呢 又会 可能会发生 这个升高 所以我们讲 有可能 大趋势是降低的 但是有时候呢 对于企业不好的情况下呢 这个筹资成本呢 又会非常高 第三个是 是产品寿命短于预测 第四一个 政府的一些法律 相关的法律法规 会发生变动 第五一个 叫通货膨胀 经济衰退 这就是宏观的经济环境 第六一个 国内外的经济变动 如果是涉及到一些 这个外贸企业 涉及到一些海外投资的 它就会涉及到 因为这个国内外的变动 经济变动呢 也会带来这个风险 还有一个国内外的 政局的变化 政治的变化 这些都是我们 讲投资项目 需要考虑的风险来源 所以任何项目都有风险 第二个呢 就是项目风险的类别 我们在这种结有三类 包括有这个特有风险 项目特有风险 项目的公司风险 项目的市场风险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它们分别指的是什么 首先项目的特有风险 它就是指项目本身 自身的风险 那么对于这种风险呢 我们一般是用项目预期的 收益率的波动性 来衡量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数学模型里面 也有这个处理波动性 测度 每年的这个 波动程度 如果是波动幅度大的话 我们讲这个风险就越大 波动程度越小呢 风险越低 那么这个风险呢 只是项目本身的 那么这个风险的大小 我们讲可以通过公司内部的 不同的项目资产的组合 进行一个分散 就好比我们自己在这个玩老虎机一样 我们就有一块钱 你可能买这个西瓜 就全部买西瓜的这个风险会非常大 就是你损失这一块钱 游戏币的风险非常大 那么相反呢 如果我们什么 把这个不同的资产 进行一个组合的话 我们这个西瓜 橙子7 或者铃铛 橙子都买一下 这有可能是什么 会降低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资产组合的风险 你终于可能会中一个吧 是吧 那么 这就是我们讲这个 项目特有风险的概念 就是每一个 这个单独的项目自身的风险 强调的是 那么这个这一类风险的处置呢 我们讲可以通过什么 投资项目的不同组合 在公司内部进行一个消化 第二个呢 是项目的公司风险 它强调的是 项目对公司原有的一些 这个收入 就是对公司未来收入 不确定性的影响 是项目给公司带来的风险 那我们在这里 举了一下这个 小米手机的这个创始人 雷军 CEO雷军 那么我们在这里考虑 雷总 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进入房地产行业 那么原来我们讲 小米是做手机的 它的所属行业的这个风险呢 是显然 与这个房地产 是有所区别的 虽然都是属于高风险行业啊 就是因为这个手机本身也是高科技行业嘛 风险也存在 也是比较高 那么房地产呢 也是属于一个资本密集型的行业 受这个市场环境影响非常大 也是一个高风险 但是毕竟的这两者之间 风险是存在不同的 如果你进军了什么 房地产 那么我们讲 房地产项目给公司带来的风险 给小米带来的风险 就属于我们项目的公司风险 就是会给我未来手机业务收入 带来一些不确定性 这是我们的项目公司风险 第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项目的市场风险 那么这就强调的是市场风险 是强调的是这个项目对股东的影响 对股东带来的风险 那么我们讲项目对 刚刚讲了几个层面 一个是项目自身的风险 一个是项目给公司带来的风险 最后一个呢 是项目给股东带来的风险 那么项目自身的风险呢 我们可以通过公司不同的资产组合 进行一个处置 那么项目自身的风险 项目的公司风险呢 我们讲可以什么 可以通过这个公司选择 不同的项目来进行处理 对公司影响 那么项目对股东的影响呢 它对股东的这个带来的风险 我们应该什么 股东可以通过购买不同公司的股票 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什么 资本配置了 那就是这个资产组合 只不过这个资产变成了什么 一个个的公司 对于股东来讲 那么我们股东可以通过构造 证券组合购买不同公司的股票 来进行一个消除 这个新项目给它带来的高风险 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作为一个投资者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什么 证券组合类型 咱们讲护生主板的这些上市公司的可能风险是相对说低一点 它传大 那么中小版创业版呢 可能是其次 风险会高一些 最后风险最高新三版 我们讲风险高 收益大 那我们对于项目给股东带来的风险 我们股东可以选择投资者可以选择什么 你可以选择不同层级的这个 一个这个资产组合 进行一个规避这个 讲不讲项目市场风险 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话 我们最后衡量一个项目的风险呢 就是衡量一个项目本身的风险 我们讲叫系统风险 通过前面的介绍 我们就可以按照 可以给大家推一下 这个强调的系统风险 我们也叫这个β系数 在财务学里面 后面我给大家介绍 这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时候呢 也会给大家重点介绍 咱们这个β系数 叫项目系统风险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首先我们 我们看一下这个分析流程 叫首先是项目特有的风险吧 项目特有风险 我们可以讲可以通过什么 可以通过 有一部分风险 可以通过公司内部资产的组合 去进行分散 那么经过这样一段处理之后呢 到我们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风险的影响呢 就相对来说 比项目特有风险会低一些 低一些 但是风险还是存在 那么这个风险存在 我们作为投资者股东来讲 还有一步处理 可以降低它的 就是项目公司风险 那一步处理就是什么 通过买不同公司的这个证券组合 进行不同的组合 去再去分散一部分风险 最后得到就是这个项目 本身你找不到其他去处置风险 分散风险的方法了 最后就剩了什么 最纯净的项目叫项目系统风险 也叫β值 我们也称它为β值 那么就是不同的项目呢 它都有对应的一个β值 β值越大 风险越高 这就是 没办法通过 这个公司的资产组合 也没办法通过我们股东的 这个证券组合 去消除的 无法去消除的一个 这个风险 我们定义为系统风险 也叫β值 那么也经常用于衡量 我们的项目的一个风险 这是我们的一些基本概念 那么我们通常在处理项目风险 处置的时候呢 会涉及到几种方法呢 在这里给大家列举两种 第一个就是调整现金流量法 那么调整现金流量法指的是 把不确定的现金流量调整为 确定的现金流量 然后用无风险的报酬率 作为折现率去计算净现值 这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讲 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项目风险 这个评估和处置的一个 这个道理 其实是在这里 就是把不确定性的东西 变成确定性的 然后拿来估计 这样就更稳健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这提供这个公式呢 就进行值等于 AT乘以现金流量的期望值 去比上一加无风险报酬率的T字方 然后进行个 0到N年以内的一个加总 加核 那么这里AT呢 注意一下 AT指的是T年现金流量的 肯定当量系数 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财务 就是咱们这一章里面属于一个重要的概念 叫这个肯定当量系数 在这里是AT 也就是说 肯定当量系数表示什么呢 就当年 我们讲第七年 比如说T1等于R 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这个肯定当量系数是多少 通过这个肯定当量系数 把第二年预测的这个现金流量 去进行一个保守的估计 去乘以一个咱们肯定当量系数 那么肯定当量系数肯定是什么 大于0小于1 因为是属于一个谨慎性原则 估计的数 那么比如说第二年是我估计 这个肯定当量系数是0.9 就是说我第二年如果是 预测是1000万 我先保守一点 把它约定为什么 1000万乘以0.9 900万 这样就是什么 把这个不确定性的 这个现金流量调整一下 经过我们自己的这个理解 预测进一步的调整 调整成这个稍微更加确定的 这个现金流 那么把乘以现金流量的期望值之后呢 我们讲什么 这样就得到一个相对确定的吧 确定之后再去 按照无风险报酬率进行一个折线 这就是这个折线 进线值嘛 折线的过程嘛 最后加总一下 得到进线值是多少 这样的话就是通过 相比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些 这个进线值法呢 又多了一步程序 就是什么 把每一年 每一个十点的现金流量 进行一个 约肯定当量的一个处理 肯定当量的处理 那么 来来来来 这个接下来就 举个例子来看一下 如何使用调整的 现金流量法 比如说当前无风险 报酬率有4% 也就是银行最低的存管利率 是4% 储蓄利率 那么公司有两个投资机会 它的资料如下 两个投资机会 A项目和B项目 那么我们来看 首先来看一下A项目 A项目的话 是投资的 咱们讲这个项目的周期呢 是5年 寿命是5年 那么每一年的现金流入情况呢 都是在第二列给大家展示了 那么 我们在这里 给大家处理的是什么 处理了什么 加入了一个肯定当量系数的概念 如果我们 不进行肯定当量系数呢 就是对应的是未调整限制这一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使用 首先来看一下怎么样使用肯定当量系数 那么肯定当量系数 我们讲在DT D等于0的时候 当年 那么肯定就是 4多少就是4多少 那么所以我们讲 肯定当量系数是1 是这个 投入4个亿 就是4个亿 那么 随着 年限的增长 这个我们讲 这个不确定新因素就更大了 所以我们讲 这个肯定当量系数呢 就越来越小 就说 就说明远期的这个 现金流入呢 越来越不靠谱 对不对 我们讲第一年还可以达到0.9 第二年是 可能就更小0.8 最后呢 一直到0.5 那么进行这样一个处理 我们就得到一个肯定限值的流入量 也就是说 经过 现金流入乘以肯定当量系数 得到了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准确的 这个现金流入情况 那么 对应的我们讲这个 负的4个亿 1170 一直到650 得到一个这个确定的 相对来说 确定的现金流量之后呢 我们再来进行一个折线 同样是根据这个 这个限金流系数 进行一个折线 那么我们得到 调整后的限值呢 就会 发现是这样一列数字 那这样一列数字 进行一个加总 得到净限值是965 那么我们如果没有进行 肯定当量系数的一个层 这个处理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它得到的净限值是 17874 17874 那么显然这两者 差距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讲 经过这样一个处理呢 就是肯定当量的一个处理呢 就表示你对风险的一个判断嘛 是对这个项目的风险 是进行了一定处理的 我们首先 不不就是排除 说这个肯定当量系数的 不科学性啊 就是设计本身 为什么是0.9 0.8 0.7 就排除这些 就假定它是科学的 假定它准确的去预测的这个风险 那么至少我们说经过肯定 当量系数处理之后呢 这个现金流入是更加准确的 更加准确的 所以经过这样一个处理呢 我们觉得这个 965的净限值是更靠谱的 那么同样我们对于B B项目 B项目呢 现金流入情况在这里 也是五年期的这个寿命 同样我们看一下 它的肯定当量系数呢 我们看一下 不同的项目 估计就不一样了 我们最直观的 第四年对于A项目来说 是0.6 第五年是0.5 那么对于B项目呢 我们讲 一直是0.7 0.7 这就是 不同的这个投资分析者 对这个项目的一个认识 就是风险的认识 你可以 你如果觉得你这个项目 B项目 就是带来现金流比较稳定 那么我们在第四年第五年 就可以给它一个对应的 相应比较高的一个 肯定当量系数的一个估计 那么同样的处理 我们会发现呢 就是如果没有调整的限值 是1532 1532 如果调整了之后呢 按照肯定当量系数 调整之后 1860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看出来 我们对项目风险 评估以后 处置以后 的这个好处了 我们就 如果你 盲目的就是 对项目不进行分析 不对它的风险 进行一个这个分析的话 我们就可能就是运用到什么 没有调整的限值 进行限值去比较 这个AB两个项目 那么一比较呢 我们会发现 没有调整的话 A项目的经验是17874 B项目呢 是15325 那么显然 我们讲 肯定是选择 选择A项目 A项目 那么如果是 就是风险估计 我们对的话 就肯定当量系数估计 对的话 那么到了第五年末 你作为投资项目的 这个 这个负责人的话 有可能就会被 被这个炒鱿鱼了 因为你这个 什么 你做这个决策是 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因为你没有对风险 进行个准确的估计和处置 如果我们对风险 进行个 这个处置的话 我们会得到 这样的最后一列的一个解释 一个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会发现 A项目的 调整后的 进行值是965 B项目呢 是1860 那么是 1860远远大于 A项目 我们应该 准确来讲 是应该选择 B项目 如果你对风险 对它的风险 估计非常准确的话 那么我们肯定是 选择B项目 而不是A项目 最后我们得到结论就是 调整前A项目的 进行值比较大 调整后呢 B项目的进行值比较大 如果不进行调整 就很可能导致 错误的判断 我们在这里就 如果是 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待 三 这个100个投资人 去看同一个项目 可能对这个项目 未来的这个风险 估计都会不一样 那么 如果是资深投资人的话 我们讲 相对来说 他对项目 未来的现金 这个流量变化情况 或者未来的风险情况 就会估计非常准确 那么他相应的来说呢 通过风险处理 比如说运用我们的这个 肯定当量系数法 或者叫这个现金 我们叫调整现金流量法的话 那么他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 他就更容易去找到什么 含金量更高的投资项目 这是我们讲 这个 调整现金流量法 第二个呢 就风险调整 折现率法 那么同样也是 为了是吧 把未来不确定性的现金流量 变成 更加靠谱的现金流量 那么基本思路呢 他跟我们的肯定月档系数 这个处理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 他是把对高风险项目 采取一致性较高的折现率 进行一个 计算金线值 那么他就不会是吧 考虑每一年的一个变化了 他只是 对针对这个项目本身 他的风险 在初期给一个估值 然后来 计算他的金线值 那么在这里的公式呢 就是 预期的现金流量 就处以一个 一加风险调整 折现率的T字方 然后进行一个加总 得到金线值 那么来举例看一下 当无风险报酬率有4% 市场平均报酬率有12% A项目的预期股权 这个现金流量风险比较大 它的β 也就是项目的系统风险呢 是1.5倍达系数 那么B项目的预计股权 现金流量风险比较小 它的β系数呢 是0.75 那在因为在这里 我们还没有 之前没有给大家介绍过 这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或者叫这个风险估计的 这样一个计算方法 所以在这里面 不要求大家这个对咱们的计算过程非常了解 只是大概知道 我在这里会进行一个什么风险的处理 而且如果是这个 就是大家以前有过一些这个 看过咱们这个风险处理公司的这些同学们 有印象同学呢 经过老师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项目特有的风险 项目公司风险 最后到项目市场风险 这样一个分析过程呢 大家也可以推出来什么 最后 风险调整以后的这个折线 风险调整以后的 风险应该是多少 那么对于A项目呢 我们讲最基础的就是 无风险报酬率 银行存款 定期存款 每年定期存款 4% 这是最基础的 那么再加上什么 费打系数就是 对你这个项目本身的 特定的一个风险的一个系数衡量 1.5 乘以一个12% 因为市场的平均报酬率呢 是12% 那么 平均减去 无风险报酬率 就相当于什么 一个平均的 这个 市场回报率 市场回报率 平均市场回报率 乘以一个贝塔系数 就是相当于 你这个项目的 平均回报率 再加上我们 最基础的无风险报酬率 你就会得到一个 这个调整折线率 调整折线率 那么调整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 A的是16% 币等是10% 在这里大家如果 如果暂时理解不了 咱们这个计算过程的话 老是在后面 在讲资本成本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还有咱们的风险估计的内容的时候呢 都会给它重点去介绍这样一个公式 在这里你就知道 咱们运用的风险调整折线率法呢 会对这个风险调整 风险的折线率 进行一个这样的处理 就把原来的什么 一式同价都认为是4% 调整为什么 根据项目不同的特点 就进行一致性的调整 调整为各自的 因为比如说A是16% B是10% 那么通过这样一看呢 就是A的这个风险呢 我们讲这个 这个折线率呢会更高 折线率更高 那么其他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 B的其他数据 对于A项目呢 我们如果是按照 同样是寿命是五年 不同的每年的 现金流量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是按照限制系数 就是没有对这个风险 就折线率进行一个 风险调整的话 按照原始的限制系数计算呢 得到的未调整限制是 17874 那么按照我们调整以后的 限制系数16% A因为是16% 我们在这里计算过 16% 按照这样一个 折线系数呢 我们就会 根据你看 不同的年份会对应一个 不同的什么 限制系数 而且是逐年减少 因为这个限制系数 比较大 所以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这个风险的这个夸大 就会更明显 更明显 那么经过这个调整后的限制呢 我们会得到什么 2569 那么这是对于A项目 就是可以看出来什么 对这个 咱们的风险系数进行调整之后 它们的禁线值会发生一个变化 那么对于B项目呢 我们也是一样 五年期 现金流的情况是这样 那么B项目呢 没有调整 按照4%的话 没有调整的得到的这个金额是15325 那么按照限制系数 我们前面进行处理的 根据它β值不同 得到的这个限制系数也不同 调整后的 A的是16% B的是10% 那么按照10%呢 我们又得到不同的这个限制系数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 通过限制系数比较 可以看出来什么 16%的这个明显变化的这个幅度的比10%要大很多 降低变小的这个幅度 那么我们根据调整后的限制呢 会得到6070 那么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来这个优势了 没有经过风险调整的话 我们应该会选择什么 会选择按照进行值大小的这样判断原则呢 我们会选择A项目 因为17874呢 是大于15325的 那么经过一个风险调整之后 根据我们项目的这个β值 项目的系统风险不一样的情况 进行调整之后呢 我们发现B的调整后的限制6070呢 是会大于A的2569的 而且是远远大于 所以我们应该 如果对风险进行处置之后呢 我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什么 B项目 选择B项目 所以 咱们讲这个为什么要进行一个风险处置 评估和处置 因为它什么 是会真正的影响到我们投资项目的分析 很有可能是什么 把一个正确的项目给错过了 而选了一个错误的项目 如果你没有对它进行一个风险 正确的评估和处置的话 所以呢 我们讲这一节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 左右着我们的投资项目决策的准确性 那么我们在这里得到结论呢 这道第一题的结论 如果不进行这些率的调整呢 两个项目差不多 差不多 因为153525和17874呢 插取还是非常小 那么 如果经过调整之后呢 两个项目就明显差别了 B项目呢 会好很多 嗯 那么 直接影响到 就刚刚我说的 直接影响到你的决策 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两种项目 风险处置方法的一个区别 哪个好哪个差 那么从我们 实物界和理论界这个 综合反应的情况来看呢 我们讲 第一种调整现金流量法 在理论上比较受好 受到好评 那么这种方法呢 对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 都进行了一个调整 都进行了一个调整 那么先调整风险 然后再把肯定的现金流量 用于无风险报酬率进行折现 就是在这里统一 先是什么 按照肯定当量系数 每年的一个估计 去把这个现金流量给肯定了 然后再统一用什么 无风险报酬率 也就是对风险价值 也进行了一个调整 把它画到一个什么 统一的这个标准上来了 既调整了什么 这个金钱 额度 时间 又调整了风险价值 所以说 它在这个方面呢 做的是比较好 所以 在理论上比较受到好评 那么 对于风险调整 对于风险调整 折现率法呢 它在理论上 更多的是受到这个 一些质疑 因为它用单一的折现率 同时完成风险调整和时间调整 那么如果一旦 这个项目在前期定位为高风险 就跟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 A是 这个 1.5的β系数 B项目是0.75的β系数 那么前期一定的话 我们进行一个折现率 最后是16%和10%嘛 是吧 那么这样一调整的话 就会使得 我们的风险呢 随着时间推移 如果这个折现率很大的话 那么特别是这个风险推移 随着时间推移 这个风险会 更加的 这个 加大 所以是会存在什么 可能会存在 夸大远期限制流量的风险 在这一点上呢 它就不如什么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调整限制流量法 调整限制流量法 因为 因为折现率的这个东西 你一确定的话 贴现率一确定 越到远期 它的值越小 那么值越小的话 对我们限制流量的估计的影响就越大 因为它这个系数变小的话 对我们估计肯定是越大了 所以说会 夸大远期的限制流量风险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可能在理论计算方面呢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使用什么 调整限制流量法 那么调整限制流量法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如何去对什么项目风险进行评估与处置 在这里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些什么项目风险的一些相关主要概念 然后教给大家如何去评估以及处置的方法 那么大家也要通过这一讲 这一节小节学习呢 我们也认识到了 就是对一个项目的风险的准确评估与处置呢 对我们对于我们投资项目决策来讲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是预测 就是首先是如果是没有预测 肯定是这个结果不靠谱 如果是错误预测的话 我们的这个结果也会受到影响 只有做到什么 既考虑到了项目风险 而且准确评估 准确处置的时候 我们这个投资项目的决策呢 会更加的明智 更加的精准 好 那么今天呢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